工作坊 在我们新增活动里面 有一个叫工作坊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项目 这也是很多老师在问我说 我有没有可能出一个作业 那学生可以 我可以设定学生的作品可不可以互相观摩 那在新北医学院里面 他做的更棒 就是工作坊这一项 看他的说明 工作坊里面学生可以收集作业 然后审查还可以互评 所以学生教的任何的作业内容 那同学间可以互相观摩跟评审 这样就达到作品互相观摩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设定的更多 然后在评分的时候 你也可以设定分为两个成绩 第一个是他作业成绩 第二个是他互评成绩 第二个是他互评成绩 我们来试试看 设定一个 不平作业 不平作业 一好了 不平作业 打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作业的成绩 占百分之多少 一百分里面 现在是八十二十在拆 你也可以设五十五十 好 就看你自己的设定怎么样 再来作业的设定 再来作业的设定 档案上传 还是要交现场交作业 云不允许持交 作业最多有几个档 你都可以设定 然后评价的设定 你如果评价如何引导学生做评价 你可以写在这里 他自己可不可以平自己的作业呢 你要让他自己平自己的 就打勾 你不想让他平自己的 你就这里不要打勾 好 回馈 回馈就是同学间的回馈 还有老师给学生的回馈 回馈的档案的限制 要有几个 0是不限制 附件的大小 看你需要 如果你有设限 0个就是不允许他上传 你可以设一个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设定 档案适合大小 如果你回馈的时候 你要让同学加一个档案上来的话 就选择 如果不要你就直接选0 结论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说明 作业的范例 你需不需要有 有的话你就可以提供 可行性这里就重要了 你可以设定作业的开启结束时间 然后 截止后自动切换到下一个阶段吗 就是互评开始的时间 跟截止时间 那你说那如果不设会怎么样 不设可能 不设的时候 他们就交作业的当下 他们就可以进行护评 那就可以看得到 好观摩的时间 如果你两个设错开了 比方开始交作业 跟截止交作业跟护评 两个设一样 那他自动也也也也就会 可以 在交作业当下就可以看得到 对方的作业 那如果你不希望这样 你就把时间错开了 我交作业到这里 互评在这里 好 共通的模组设定 你有没有做群组分类 没有的话就先不用设定 活动进度 这个就是学习历程 学生要如何 做到什么程度 才算这个作业才算通过 你可以设定 学生必须怎样 浏览吗 你看这里有三个 条件都满足 还是手动 还是目标式 如果条件都满足 你就要勾这几个 还是说 你出了这一个作业 学生要到什么状况下 才有满足你的设计的 设计的课程里面 他才算这个 这一关才算PASS 这算是很不错的一个 一个设定 看你要不要启用 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出一个 可以互评 又可以互相观摩的作业